很多人现在去餐厅吃饭呢 喜欢去吃到饱 去吃到饱的话就拿得很澎湃啊 拿个过瘾 但是呢 有的人吃得太开心了 结果到了两个小时 用餐时间到了才发现 桌上一大堆的盘子 每一盘里面呢 怎么都还剩下一大半 这可把餐厅给气坏了 因为这真的也是浪费食物嘛 有餐厅就决定依照食材的单价 一一来计算 一罚罚下去一千两百多块 消保官认为说 店家的确可以依照情况来开罚 但是这个罚金太高 也不符合比例原则 最后店家还是把罚金退还给客人了 平大吃到饱烧肉餐厅 均一架就想拿个过瘾 不过多大的食材没吃完 恐怕得多掏钱 满满的一桌菜 有大量肉片 寿司 甚至生鱼片都没有吃完 桃园灵性男子一心无人 2013年底到板桥这间 日式烧肉吃到饱餐厅用餐 选择每人799元的冰火烧肉套餐 由于四人使用团扣网 两千两百多元的用餐券 加上一人799元价 用餐总金额来到3078元 五人进到餐厅后 毛起来点了上百豆菜 两小时用餐时间超过20分钟后 店员前来买单 却发现还剩下大量食材 有些甚至原封不动 业者看了气炸了 决定向民众开罚 在用餐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去 把它使用完毕 对 没有办法去使用完毕 店价依照食材单价一计算 总计开罚1730元 消费者购买账后又调降到1278元 让林先生将食材打包带走 我们不是吃不下 那我们也不是因为要浪费食材 只是该店家不让我们也继续的使用空间 加百分之几的吧 对啊 如果太多钱就 吃起来就不花送啊 林先生向小保官申诉 新北市消费官已不符比例原则 要求业者退还罚金 他的这个处罚的金额 是不是过于偏高 如果偏高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话 那消费官会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是违反消费法的 消费餐厅为了合乎成本 通常都会祭出浪费食材 赵家赔偿要求 不过罚金高低实在太主观 该怎么罚 才能有效防止民众浪费 很难有个准则 这张好亮的屁线 新北市场报道